嗨大家好 我是杨文胖 这期想聊聊狗啊 如果你养狗 你喜欢狗 那就请看好你自己的狗 不要给别人添来麻烦 对吧 如果你的狗你自己管理不好 一定有人除来替你管理 实际上说我也养狗 对吧 我也喜欢狗 甚至我家还有人搞这个狗狗收容的 搞这个狗居住的 但是我也不得不想说 因为我今天在楼下做电梯的时候 对吧 我讲两个狗主人的事对吧 大家去对比一下 一个是在家三楼 他养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鸡毛 你知道吧 他能做到的是什么 就比如你上电梯的时候 他会把狗拿腿挡着 看牙眼那个狗 他会拿成拴着狗 把狗堵到鸡下 因为他知道对吧 有些人怕他家的狗 虽然说狗非常大对吧 但是像我这种喜欢狗的 其实可能无所谓 但是不喜欢狗的人 可能也比较害怕 但是他说实话 他的做法和我之前是一样的 因为之前咱家狗 我以前也不穿绳啊 我坐电梯的时候吧 对吧 就是一般我会 我爹狗进电梯的时候 我会把拿腿 把狗堵到机甲 让狗够机甲来的 然后呢 当一楼盖电梯门的时候 我不会让狗直接出去 因为你说我晚上一开门 狗撑一下 穿出去闷着一个人 有时候吓一跳 就不是怕走 他也会吓一跳 因为狗出门都着急 一开电梯开个份 就挤出去了 所以我会拿腿挡着 等车里门打开之后 让人家看到里面的狗 我才会让那样的狗出来 虽然说我也不是一个 合格的养狗人 我也不穿绳 但是这点我能做到 那天那狗 在那碰到14楼 他家养个狗 就是小泰迪 这个狗说实话 我最讨厌的狗就是泰迪 小玩意不大点 得谁都叫唤 然后你坐电梯的时候 他就吭我叫唤 你知道吗 其实我不怕狗 但是他吭我叫唤 我也不是很舒服 然后旁边主人就来 哎别叫我呢 你别叫我呢 怎么怎么地 因为他看到 他也知道你爱养狗 他说他看着我不怕狗了 他就没说啥 哎呀 这狗可好玩的 怎么怎么地 怎么怎么地 但是说实话 我是挺反感的 我反感的不是别的 就是因为我不怕狗 对吧 但是我也不喜欢你家狗 冲我叫唤 很简单这点事 就是你家的狗 你自己家当宝贝 这能无可厚费 但是你养狗 一定不能影响到他人 对吧 说白了 我不怕狗 你家狗冲我叫唤 电梯那么大点啊 这录音 震定我耳的嗡嗡之响 对吧 你要说这是我自己家的狗 那我可能 上去给一脚 或者是换一种别的方式 去处理 不让他叫唤 说白了 你如果 你这个狗 你如果不把它处理好 总会有人 去替你管理这条狗 这也是我自己想说的 你知道吗 我自己家本身养狗 你会发现 现在很多所谓爱狗人士 所谓养狗 很多养狗的人 和这个 不养狗的人 发生了很多矛盾 对吧 就像说狗爸爸呀 满脑都是不熟悉 对吧 你一个狗 你也不牵引 然后那狗 你到哪都叫 这个事也确实很讨厌 就是以前那时候 我养狗那时候 我还没有发现 但最近我也不养狗 跟狗离得远了 其实我现在也真 就身侧的反思到了 一部分人家 确实不配养狗 就像我说 让狗闭嘴的方法 很简单 有很多种 最暴力的方法 上去给两脚 下次肯定不叫 或者说 我上去给一脚 我敢保证这条狗 它也不叫我了 因为我不讨厌狗 没有人家 说我养狗 我不反感狗 但是它这个狗 冲我叫我 听了依然不舒服 说白了 如果我不养狗 对吧 我体会不到狗主人 对狗的这种喜欢 我可能上去就一脚 它马上 我敢说 下辈子 见我都不敢叫我了 其实这一脚 不应该是我提 应该是你狗主人 自己提 为什么 因为你的狗 人想到我呢 你这一脚 不提说白了 我不提 无所谓 对吧 终究会有一天 一个怕狗的人 在电梯里边 你的狗叫我 上去就一脚 所以说 与其要别人提 不如自己提 一定要管理好 自己给狗 尽量 它不能说 完全不像他 人家不可能的事 对吧 就像我现在狗毛过敏 我也挺奇怪 自己家雅的十多年 跟狗搂着睡都没事 后来 结婚之后 狗送搂着 送搂着 现在狗毛过敏 对吧 那你说怎么呢 我还不是那种 特反感的人 对吧 那你说 我跟狗一起做电梯 有点狗毛无所谓 这个东西 我能理解 但是你家狗 叫我这个东西 其实我是不能接受的 对吧 说吧 你有没有牵一声 在我来说 都无所谓 前提是你的狗里听话 对吧 没有牵一声 我开电梯 你狗狗 那他稳当一坐 我什么我都不说 即便你双个声 他冲我叫我 我也想提他 这就是最直接的 因为 我喜欢的狗 是我家的狗 而不是你家的狗 因为你家狗的行为 做法让我感觉很讨厌 我肯定不会喜欢他 对吧 我不提他 因为我知道 狗主人都喜欢自己家的狗 我是给你的面子 不是给你家狗面子 我还这个话 自己家狗 管好 该提 这个就是这个提 好 谢谢大家